8月29日至31日 2023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在上海举行 8月30日 台北市代表团行程相比前一日更为满当 从早上主论坛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 当天虽然上海天气时有飘雨 但代表团仍爱原定计划参访 行程横跨上海浦东、浦西多个行政区 内容涵盖人文历史、城市规划、经贸、民生等多个领域 在参访中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互动 主论坛环节 双方签署会展产业、低碳与毛球运动三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蒋万安表示 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不仅仅只是城市治理的角色 更在两岸关系中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 所以我们也实际签署了三个备忘录 所以希望电机在这样的基础能够持续的办下去 也希望将双城论坛的正面效益能够持续的扩大 将这样正面的影响力来带来为两座城市 以及两岸之间和平繁荣的未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 双城论坛如果可以成功的化解彼此分歧 同时消弭对立 我相信他所创造出来的正面效益 无可见谅 值得一提的是 蒋万安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 多次提及两岸要多过通交流 双城好 两岸好等关键词 其中后者在蒋万安主论坛六分多中的致辞中 就出现了五次 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 当然不应该是过境迁返皆不是 在困难中找寻方向 在迷雾中我们要冷静思索 所以我讲双城好 两岸好 当天上海市市长龚正在致辞中表示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手足情深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 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走一走 到上海看一看